以下的时间有请我们的传播学院院长 曹洪教授带领我们的唐先生一起上台 有请两位 校长在在各位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晨 我们今天的贵宾唐英年先生 很多谢他能够接受到我们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系的邀请 首先或者唐先生 你看到在座很多年轻人 当然大部分都是新闻传播系的学生 你对他们有什么观感呢 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给你有什么印象呢 多谢院长 我是很珍惜和很喜欢和年轻人对话和沟通的 我记得我在做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每一次做完一份财政预算案 我都安排一次和年轻人对话 当时有很多都是中学生 有些大学生 我相信那些问题没有你们今天会得那么尖锐 或者是那么批判性 正如校长鼓励你们的 我其实很欢迎的 因为你的问题是可以尖锐和批判性 这个是训练大家的独立思考 也都训练大家自己的判断力 所以我是很欢迎今天这个机会 也都见到大家可以精神役役 可以看到我们的将来 就在你们的人群当中 其实我们现在都很关注私立专上院校的发展 当然刚才校长都已经讲过我们的看法 唐先生你在这个部分 特别在私立专上院校的发展上面 你个人有什么看法呢 对于专上院校 我自己是非常之支持 当然对整个教育 我自己是非常之支持 因为对于教育 我认为教育是我们投资未来的 年轻人是我们的未来 教育就是投资年轻人 也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 在我们财政预算最紧缺的时候 也就是我做第一份预算案 当时我们政府不但只要自己 自己减薪 我们基本上 几乎所有政府部门 都是需要减开支的 但是对于教育来说 当时我们就坚持是一分不减 而是继续可以在政府占大约百分之二十四 政府的开支 当时当然是有人 有很多其他部门对我不满 因为其他部门 个个都要减的时候 教育为什么不减呢 但是因为我解释 这个是我们的投资未来 我们在任何东西去减的时候 教育是应该保留的 所以对于整个教育 我认为这个投资未来 是一个社会 看看它有多大的承担 对于他们的将来 就是在教育方面的投资 我或者在问一个假设大胆的问题 如果唐先生你真的是选上做特首的时候 你会在这个部分会有什么的支持 补贴 或者在这个部分会怎样去做呢 首先我当然在经费那里是需要有一定的资源上有增加 因为在资源上面我出席其实很多教育的座谈会 所以基本上大家对资源都是一个最首要的考虑 但是到底增加多少 还有比起其他有相关的范畴 譬如社会福利 或者是譬如医疗 各方面我们怎样能够一个通盘考虑 这个就是做政府最难的地方 怎样取得这个平衡点 就是确保社会是有一个健康的发展 政府的财政也都有可持续的发展 就是这些通常做政府是最难的一点 因为任何的决定 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肯定会有人认为不足 也都有一些人是得着的就不会出声 但是失着的那些就会出来很吵 所以每一个决定 取得这个平衡点是难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是很注重 跟社会的沟通 跟部门之间也是沟通 因为透过加强沟通 我觉得你任何取一个点 就算你不同意 起码在一个文明社会里面 大家都要懂得尊重一些决定的立场 我们又看到不如转一转另一个话题 讲一下言论自由 你知道我们新闻传播系很着重言论自由 最近其实很多新闻的报道都关注在这个部分 其实唐先生你觉得怎样更加保障 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人民 或者再来就是我们的媒体更加多的采访 或者是言论自由 作为行政长官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捍卫我们的核心价值 而言论和表达自由 就正正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在香港一个公开公平和多元的社会里面 其实言论自由就正正是可以表达得到一个社会的开放性 社会的多元 社会的包容 而且尤其是领导人 他对一些对他自己本身批评的言论 都有一个包容的态度是重要的 所以言论自由我觉得现在现时是得到充分的保障 我觉得将来也都我们要继续捍卫言论及表达自由 说明真情对话当然同学会有一些问题 希望都想了解 我们这个时间开始就开放给所有的同学 老师来和唐先生来一个真情对话 有没有同学在这个时候想提出问题的 后面有一位同学 老师来和唐先生来说 其实我想问一问 除了现在香港现有的金融和旅游产产量 香港有什么潜在或现有优势 可以保住我们国际当时的这个称呼呢 我们现在现时主要是有四个行业 就是金融 金融 航运物流 贸易 和旅游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我们未来 除了巩固这四个行业之外 我们是应该发展一些新兴产业的 这些新兴产业 包括 譬如 科技 资讯科技 包括 检测认证 包括 医疗 包括 教育 教育呢 我知道 今天虽然 你们的前科叫做恒生商学院 大家对于商业应该很熟悉的 但是我知道 要称呼教育作为一个产业 又未必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所以我就暂时不叫它做一门产业 但是呢 我们是有条件 发展成为教育的一个疏楼 这个教育的疏楼 就是什么呢 我们无论是 很多亚洲 或者是在中国内地的学生 他们现在都是去出国读书 出国读书当然 是有出国的优处 但是呢 这些优势呢 其实我们香港现时是有的 在一个 很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 很包容 多元的社会 言论表达的自由 每个人的权益 得到法例的保障 就是各方面呢 我们有很多现在外国的优势 所以我认为呢 我们在整个教育的 这个范畴那方面呢 我们如果只要政府和教育界的人士 大家能够好好地配合 大家好好地互保 发挥我们的优势的时候 我认为 这一块呢 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为什么说这么多 这个产业的多元化呢 因为一个经济体系 如果它是越多元产业的发展 它变了越能抵抗外来的冲击 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 香港作为一个小经济体系 又是一个相当之开放的经济体系 我估计在外来的冲击 香港是很难独善其身 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我们越是多元化 我们越是能够稳定 相对上是稳定 所以我自己是会认为 我们在产业的多元化那里 还有很多功夫是可以做的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问题 我们的时间关系会积极一点 来 多谢唐师长 刚才说到全球经济一体化 就会受到冲击 但其实因为我看过唐师长很多言论 很多时候他都是坐在一个双界的角度 没坐在双学院我们是双学生 但是香港有100万以上的穷人 香港的贫富源是非常之严重的 我知道唐师长都有看过那些问题 但是你有没有看过港台的节目 《穷富翁大作战》呢? 你对于这些穷人 你又有什么政策呢? 你刚才说到言论自由了 我想问一下在座 今天有多少个便衣警察在这里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在一个这么自由的学术环境 都要有这么多便衣警察呢? 谢谢 首先我不知道有便衣警察在这里 我只是见到有很多学生 我见到有很多院校的院长、校长和职员和教师在这里 但是对于你刚才所说的 香港的贫穷问题 我是一直都非常之关心 因为虽然我是做商界 但是我在30年前左右 出席第一次一个政府的咨询委员会 就是劳工顾问委员会 当时到现时的结构都是这样 一个劳工顾问委员会是由13人组成 而主席是劳工署署长 然后12位成员刚刚好一半 6位就是劳工界代表 6位就是雇主的代表 我是其中一个雇主的代表 但是另外那6个劳工界的代表 就是我说了几个名字你们全部都听过 就是当时是有司徒华先生 刘千石先生 有启明叔 还有现在 还有就是 郑耀堂先生 起码有这四位在里面 所以当时就是很关心到有很多劳工界的打工仔 他做了很久 同一个雇主做了很久 但是他离职的时候 当时是没有退休金这件事 我们就在这里 和大家在这里讨论 怎样去定立一个长期服务金 就是说一些人打工仔做了很久 他走的时候 他起码有一笔钱 是给他有一些保障 所以我们几个人就自己是可以讨论 透过互量互扬的精神 透过一个要达出达到的目的 可以成立到这个长期服务金 大家双方都是有妥协 有互量互扬 结果我们做成功了 所以对于一些打工仔 务工界的权益 对于一些贫穷的问题 我在做这个扶贫委员会的时候 是得到很多和前线社工 是有密切关系的 譬如何喜华 余秀珠 很多这些人士 他都帮我一起去想方法 去舒缓这个贫穷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问题是要处理 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 能够解决的问题 因为我也要讲回 这个是一个经济学 就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 是一个竞争 不仅是一个经济体系里面的竞争 而是变成一个 global competition 而这个global competition 就是现在你看到 在全球一百几十个国家里面 这一百几十个国家 有天然资源 有人才资源的人 他们是能够胜出 但是其他那些国家 其实就非常之惨 如果是没有什么天然资源 如果他的科技 或者人才 或者教育 是未能够有世界标准的时候 他相对上的竞争力 是很低的 所以很多地方 譬如现在就算是 有东南亥 有不少地方 曼加拉 斯里兰卡 印尼 越南 他们都只是靠他的劳动力 去赚取外汇 就未能够靠一个知识型经济 去赚取知识型经济 所得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一个贫穷问题 是一个多方面去处理 现在现时 可以是有其他要处理的空间 但是我不想在这里 有一个很详细的说法 有没有其他同学 在后面 喂 喂 刘先生你好 我是《新传体》 《新传体》 我想我个人来说 《新传体》 我比较关注香港政制发展的问题 我想请问唐先生 如果你有幸做了特首 再联入了 如果在之前讲了 譬如2017可能香港有双部选 对于2017香港是否真的有双部选呢 因为我作为一个九十后的年青人 我是非常关注香港民主进步 和政制发展的过程 所以我想请问唐先生 对于双部选 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谢谢 下一任的行政长官 他是肩负了 在2017年落实一人一票 普选行政长官这个使命 这个使命是我们香港开埠以来 第一次有这个机会 可以透过一人一票 普选行政长官的 行政长官普选 我们当然是有一个程序 但是这个使命是一个历史性的使命 我相信将来 你们去 九十后 在2017年的时候 我是希望能够见到 到时你去投过一票 去选你心仪的行政长官 立法会的普选 是按照人大常委的决定 是要做了行政长官普选先 跟着随后是可以做立法会的普选的 所以第一步是行政长官普选 而在内界的政府 就要做到一人一票的普选 我希望可以有这个机会 我希望大家要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行这条历史性的道路 因为内界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个方案 一定会跟市民去沟通 听你们的意见 一定要得到立法会三分之二的支持 也都一定要得到人大常委会的批准 所以我希望社会给我这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一起行这条民主道路 成为我们大家一共同的使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谢谢 唐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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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司长你好 我是恒生商学书院二科博的学生 其实作为了九十五 我都很关心一个民主的问题 其实在区议会选局里面 我们都发现很多重谓的问题 他就说相信现在政府是有能力 还有你有信心他可以解决重谓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冰封三尺飞一日子行 如果这个问题 在你当选之后都没有解决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方法去解决和防止 这些问题再发生呢 而如果真的证实有这个重谓的事情发生 而你都知道这一届的区议会选举 是影响着这个区议会的移植 很多人认为其实应不应该再重选区议会呢 多谢 首先就是中票的问题 这个一定是有法例上的处理 所以我曾经 我想一下星期一 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亦都答案就是说 无需要等到来界 这一届政府都已经应该要处理 而我看到新闻 昨天就已经是拘捕了几个人去落案的 我有信心 就是现界政府 他们一定会正视 和去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举出一点 就是中票在法例上 应该是正视和严格处理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都希望多些人去参与选举的 无论他是参选或者是投票 所以一路的设计 选举的设计 我们都是尽量开放 和尽量简单 令到多些人可以登记成为选民 和成为投票日去投票 但是你留意到 一个选举的制度 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制度 我们现在现时 譬如你进入一个投票 投票商里面的投票的时候 我们不让你带一张纸进去 也不让你带一个相机进去 因为我们不想有一些选举的漏洞 所以就变成了开始一路这样立这些新的例 是不可以做这样或者不可以做那样 但是每一条例我们立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民主有进程 而不是扼杀了民主的进程 所以就这一个平衡 我们希望可以取得到 每一次做多一样东西 令到选举更紧了的时候 我们都是不希望扼杀了民主的进程 所以我其实我只可以说 就是说政府是有决心做这件事 也都应该去正视 至于下一步我们怎样可以导绝 或者堵塞这个漏洞呢 这个我可以现时交给政府去想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黄先生你好 我是新闻上的学生 我一个问题是先教黄先生 因为我知道 现在会专业中文账户的大学生 我想问如果假设是通常就知道 你会不会对这些私立大学的学生 会有任何的清楚呢 或者是你对私立大学的理论 发展有甚麼提醒呢 我自己是非常支持私立大學的發展 因為我覺得在整個教育要更上一層樓 不可以只是靠政府 因為政府的資源無論如何都是有限 但是能夠更加發掘到 開拓到社會的資源 我覺得這樣能夠做到相負相成 更進一步 我做財政司司長的時候 當時我批准了一個新的項目 就是一個十億元的配對捐款 在之前很多大學 即那八所大學 那八間大學是很少出去籌款的 因為他們覺得一個教育的機構 主要只是做教育而已 為何要去籌款 但是我覺得所以當時我和教育局局長 大家這件事談得很投契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進一步開拓社會的資源 所以當時是成立了一個十億元的配對基金 大學每籌一元 政府會給他多一元 而政府的配對 就不會在他的經常活款那裡扣除 這是額外的 最初推出的時候 有些社會上有些聲音 就說會不會籌到這麼多錢 誰知道在短短幾個月內已經籌足十億 配對十億就拿了 我知道有一間大學相當不滿意的 因為他來得慢 所以就變成十億就已經配了 我們當然跟著繼續是有去做 但是過了遲一下 我們也都稍微修改了 就不是一元給一元了 你要籌兩元我才給一元了 結果十億都很快是配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而已 但是長遠來說 我覺得最終我們都是要透過政府政策和資源 去鼓勵私立大學的發展 因為私立大學在外國成功的經驗 其實主要在美國 在美國很多著名的大學 他們都是私立的 為什麼私立大學會比起公立大學好呢 你說是不是Stanford一定比UCLA好呢 很多時候你可以說未必的 或者Stanford和UCLA不是一個好的比較 或者USC和UCLA是一個比較的比較 其實這兩所大學 大家都是一個非常大 有幾萬個學生 學科非常多元化 很多方面都是有很優秀的成績 這兩所大學為什麼它可以這樣發展 其實正正是能夠發掘得到 開拓得到社會上的資源 令到兩所大學都可以有並駕齊居 大家有這麼優秀的發展 所以我自己是很希望可以做到這個模式 我要做到這個模式是不容易的 因為私立大學可以很參差 美國的私立大學同樣是很參差 怎樣可以拔尖保底 對於一些好的 我們能夠透過政府的政策和資源 可以鼓勵它更上一層樓 但是對於一些比較一般的那些 我們就不可以太過浪費納稅人的資源 所以這一點就是這個平衡點是比較難取 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去支持私立大學發展 這個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支持 但是怎樣是政府資源取得這個平衡點 就是納稅人的錢用得其所 用得到位是通常最難的 所以在那方面我很歡迎 如果我當選的話 我很歡迎將來可以再詳細一些 具體一些去討論 我們透過一個什麼模式 是能夠確保私立大學 加大私立大學的發展空間 與此同時是可以確保納稅人的錢 是用得到位的 OK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謝謝 我們先讓這邊的同學 新聞傳播系的同學 譚先生 您好 我是新聞傳播系 新聞傳播系的同學 我們知道 同學之前都有發表過 對80後年青年的看法 但在座的同學很多都是為90後 我希望大家聽過愛之心 責之切 我自己有四個都是80後 90後的 我對他們是有一定的要求 每一次他們做錯事 我都會很緊張 雖然我知道每一個人一定會做錯事 四個小孩更加有時會做錯事 我亦都教他們怎樣能夠知錯能改 我對年青人是有很大的期望 亦都正如我開場白的時候所說 你們是我們的將來 所以我們這些50後的 每一對80後和90後 我們有一些不僅是一個愛心 但是是有期望的 我們希望你們能夠 個個都能夠很出色 我希望透過你們 我可以看到我們香港的未來 我知道用詞可能是用得比較重的 尤其是故意去剪那幾個字出來的時候 就會覺得我好像在罵人一樣 其實不是的 其實這個是 我承認當時用詞是用得比較重了 但是我其實對大家有一定的期望 也都在我離開政府 在政府的時候和離開政府之後 我都非常珍惜和重視和年青人對話的時間 因為 我在你們每一個人裡面 你們的眼中 在你們的眼中 我們看得到 我們香港的 對香港將來的信心 因為有你們 有你們 最重要都是 有你們的努力 你們的承擔 你們的拼搏精神 亦都是我們香港有成功的精神 我覺得 我是有信心的 我剛才看到有同學拿著麥克風 是嗎 黃先生 你好 你現在競選行政長官很中 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呢 做一個領導者 有一樣東西很重要 就是用人為財 而後面有一個前提 就要不計前言 現在在敗手選擇裡面 有一位主要競爭對手 梁振英先生 他現在和你對著幹 在競選裡面是你最重要的對手 但是我們想到一個假設的問題 假如你當選了之後 我不知道 這一位和你競爭的對手 會不會在新政府裡面 會有一個席位呢 你會不會招攬到梁振英先生 是為你的新政府服務呢 或者其他一些 幫梁振英先生助選的團隊 你會不會將他們 立任你的新政府 真正做到用人為財 不計前言呢 這是我很關心的問題 麻煩你回答一下 謝謝 我覺得 我正在政府的九年期間裡邊 我相信我可以說 我真正可以做到用人為財 親疏無隔 在關外基金 扶貧委員會 西九文化管理局 還有其他有很多諮詢架構 你看見我整個光譜是很闊的 不是說一定是一個什麼政治的背景 光譜很闊 就因為我自己是很堅持用人為財 每一個人有他的才能 而做一件事 要充分給他發揮他的才能 這樣才是用人用得好 其實現在現時 競選行戰長官 不止我和梁振英先生兩位 還有何俊仁先生 如果我沒有記錯 像馮檢基先生 剛剛宣佈了他準備參選 還加上有一位就是葉劉淑儀還在考慮著 所以其實不止兩位 還有另外三位 所以我覺得做一個政府 就必須要有一個包容的態度 有一個廣闊的胸襟 做到可以用人為財的 好 我們還有沒有問題 後面的同學 來 這裡 這位 這位同學 這裡 童先生你好 我就是全國學系的三年屋的同學 剛才童先生就提到 有關這個資訊教育權利的問題 可能場期的策略 我們都可以跟我們問一下 你聽到的那個說法 但是我們比較我們三年屋的同學 可能我們應該會提出 我們自己貼切一點的問題 就是我們可能一年半 有兩年屋的分別給過 那香港現在的保育館 你等到一月薪業年多的時候 那些人工可能會得到千元 那我想問一下 唐先生的這個 多數人在身上的這方面 有什麼意見呢 您是傳播系的 是不是 我好欣賞你的 對社會的熱情 還有重視傳播系的重要 一位從事新聞界的朋友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你們是需要有鐵腳、馬眼、神仙肚 也就是說 你們要很辛苦的 經常都跑來跑去 有時候又要替天雨曝曬 或者是很冷 你都要站在外面 等做一個interview 或者等一個人出來說話 就是一眼關七之外 還要吃飯更加不用說 一定是很不定的事 但是我就很敬佩你們這個精神 因為傳媒和社會的關係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to inform, to educate, and to entertain 這個是和傳媒系、傳媒和社會的關係 我不是想和你們上一堂媽媽授 就是mass media and society 但是我覺得重要性 其實重要性就正在這裡 大家是有一個熱心 大家是有這個使命感的 新一屆的畢業生 你們一年半之後才畢業 我估計來年的經濟環境 是充滿挑戰的 現在我們看得到 世界經濟環繞著我們 主要三個體系 我們中國、內地、美國和歐洲 主要三個體系 我們都看得到內部有一定的挑戰 先說我們中國 中國現在已經是整個全球經濟的亮點 但是最近一些數字都開始沒有這麼漂亮 他們也要放鬆一點銀根 我聽過不少內地的中小企 借貸、融資是有嚴重的困難 甚至乎是出到30%的利息 所以你想想一個business 它比起三分息 它是一個什麼business 才是可以sustainable 所以我不覺得三分息是sustainable 無論你的growth是多快 所以我不覺得是sustainable 所以內地其實 雖然現在已經是一個亮點 但是有它的挑戰在裡面 它也不能放鬆太快 因為你放鬆太快 或者過早就會引起通脹 或者引起另外一個asset bubble 所以這個balance是相當難取的 我也知道它的挑戰是相當之大 美國不用說了 美國現在現時很多樓市 仍然是沒有任何起色的 就業數字雖然最近是好了一點 但是8.6% unemployment 不是一個低的 unemployment 是一個相當之高的 香港的歷史性的高位 就是我做財政司司長的時候 一接任的時候8.6% 和今天美國一樣 大家記得當時香港的情況 大家是多麼慘 超過10萬宗的負資產 很多人一生的積蓄 買了一層樓 而因為樓價急跌的時候 它一生積蓄沒有了 之餘 還要資不抵債 有很多這樣的慘況 歐盟更加不用說了 歐盟呢 現在你看到Standard and Poor 昨晚還出了 warning 將它擺入 Outlook是負面的 這個通常是預兆 就說它將會downgrade 除非它有一個挺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看得到 其實全球經濟是充滿挑戰 香港現在現時的經濟 好像是相當之蓬佩 但是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仍然是困擾著我們 正如剛才有一位同學所說 我們的貧窮問題 我們要怎樣處理 我們有很多其他深層次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怎樣 需要下一屆行政長官去著手去處理 正所謂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寒 我相信在座不會期望 未來的行政長官 無論他多有minus touch都好 都不可以 你都不會期望它點石成金 就是不會說一朝一夕 或者一個政策可以解決得到 有很多深層次的矛盾 是需要一些長一點的時間去解決的 但是最重要是要著手開始去解決 讓社會看到你有這個決心 你有這個策略 還有你有這個願景去解決 所以你剛才的問題 我知道所有畢業生 都會有這個擔憂 我怎樣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我會鼓勵你 第一份工 你不要怕犧牲 不要怕辛苦 因為 通常 找第一份工 是最難過一份工 所以第一份工 是你build up 你的履歷 是一個很好的foundation 所有employers 請一個員工支持 他都會看他的第一份工是甚麼 而看他有沒有這個犧牲的精神 你有沒有這個精神 你願意去投資 為你自己的未來去投資 所以第一份工 不要太介意 人工是多少錢 我很有信心 你是盡心盡力去做好 那份工的時候 你的僱主是會recognize 你的貢獻 recognize你的價值 從而 要麼很快就加你的工 或者是升職 如果不是 就會有另一間公司來挖角的 所以我鼓勵你 就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 還有這第一份工 要有一個奉獻服務的精神 build up好你自己的底 好 還有哪裏有問題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說到有能力的人 就一定要做特首 但相反無能力的人 是一班有能力的人 跨圍著他的情況下 都未必做得到 那我想問你 你怎樣去研究這些提法 還有你自己覺得一個特首 是具備了甚麼條件 以及你自己的具備上 是具備了甚麼條件 謝謝你 你這條件說得好像出市題一樣 Multiple choice ABC D是None of the above 或者All of the above 我認為是這樣的 香港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是一個自由開放多元的國際城市 所以任何一個人出任行政長官 他必須要有這個背景 而這個背景就包括 你要看他 首先當然要看他的個人 他的個人 有沒有這個characters 來出任行政長官的 包容的胸襟是非常之重要 就是因為我們是一個多元社會 曾經有人說 有人警告過我 他說你去學校嗎 一定會有人示威的 我其實 我說我不擔心 我自己也見過不少這樣的場合 其實示威是言論表達的一種方式 正如剛才各位學生他舉個牌 也是他言論表達的一種方式 我是不介意的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個 找一位人 他有這個包容的胸襟 這樣才可以包容得到 香港這個多元的社會 如果不是的話 下下你戳著氣 是很慘的 所以首先一定要包容 這樣才可以做得到 可以迎合得到 香港這個多元的文化 第二件事 你說能幹與不與 能幹與否 其實只是看個人的態度 我自己的態度一向都是很謙虛 我是希望聽取多些意見 我很多時候 我在政府的會議裏 很多是CS或者FS chair 你去過會議之前 自己一定是有一些想法 對於某一個課題 是有一些想法 但我不會 我通常 極少 極少 走入會議裏 就說 我認為應該這樣做 然後叫大家去做 我極少這樣做 我多數都會先聽同事的意見 聽完大家的意見之後 可能對我本身在腦裡想的 可能有些調整 甚至乎會改變 看看大家同事說的理據在哪裡 或者一些地雷在哪裡 但最終我可能調整 可能不調整 可能甚至改變 又或者不改變 但我覺得這樣 是能夠對那些同事是公道 因為那些同事知道 你是聽了意見 你聽了他們的說法 然後你會說出 就算我是沒有變過的 我會說出 我認為這樣可以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 以及朝著一個 我認為我定了一個目標 朝著一個目標去做 那些同事他亦都去服 服你這樣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 今天 不只是目標為本這麼簡單 程序是同樣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 在政府運作的經驗 你要熟悉政府的機器 因為它是十幾萬公務員 這十幾萬公務員是政府的骨幹來的 我們怎樣是能夠 能夠給這十幾萬人 能夠上下一心 共同努力 去為社會服務呢 這個是要有一定的 要有一定的才能 才可以做得到 第三方面 我覺得 很多時候 大家是要想 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特首 我覺得 這個時候 大家最重要的就是 找到一個人 他是有這個compassion 對於一些弱勢社群 對於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對於社會上 還有很多不公平的情況之下 那些 那些 perceive or real 都好 這些情況之下 他有這個compassion 去幫他們 真的用個心出來去做 我覺得這些都是重要的character 能幹與不能幹只是一個標籤 你說 你自己 你自問 你能不能幹 如果你是一個很能幹的人 你會不會 樂意為一個 不能幹的人服務呢 你可以用一個這樣的想法 所以 我覺得 最終來講 誰做特首都好 他要有這個凝聚力 他要有這個用人為才的能力 世界上有很多民主國家 你看他們選領導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是有一定的經驗的 譬如美國選總統 多數他們都是有 很多數都是曾經做過州長 就是說 州長是executive branch 就和做sanator不同 因為做sanator是一個議政的機關 他是立法議政的機關 但是做州長就是一個行政的機關 你說奧巴馬做得好不好 奧巴馬其實進去的時候 他是有很大的困難 因為他是沒有做過行政機關的 他沒有做過州長 他沒有做過市長 所以他沒有做過行政機關的經驗 不過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現在去競選連任 我相信奧巴馬能否連任 還是一個問號 因為他未能解決到美國 在他四年前所面臨的極大的挑戰 財赤 失業 未能製造到很多新的機會 有幾個深層次的矛盾 他根本未開始去做 他做到一件事 他做了一個health care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特首 香港是有很多挑戰 有很多深層次的問題需要處理 但是最重要是不要太過急進 因為如果太過急進的時候 我們就會面臨九七時候 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當時你以為每一個政策看 其實每一個政策不是錯的 但是你很多火頭一起點著它的時候 就變成社會上很多人受影響 所以你要知道 懂得怎樣去做緩急先後 將它排列得好些 就不要一次過點很多火頭 這些都是經驗之談 我想說現在九十後 你可能那時候未去想到 你為何點這麼多火頭 你只聽到你爸爸媽媽在罵政府 有沒有搞錯又點火頭 所以我會用這樣的形式 來形容未來行政長官 所需要的人的Qualities 因為事關的關係 最後開放兩條問題 唐先生你好 今天見到唐先生來到我們 當中我們覺得非常親切 因為我自己都是熟龍的 我想請教老師先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 當問到很多同學 為何想讀大學的時候 其實他們很多的想法都是說 因為我想找一份好一點的工 將來希望可以加班進帳 賺很多的錢 但事實上工是打一輩子的 大學的生活最多其實只有三至四年 你認為大學 尤其是香港這個所謂知識型經濟裡面 其實沒有什麼知識的 但在裡面的時候 大學除了作為一個 進入這個殘落社會的跳板之內 到底在我們的社會上面 是可以有什麼的核心教責 大學作為我們幾位同學 這麼多同學 在中間 在裡面只是一段話長不長 話短不短的時間 但我們在裡面除了學習社會上面的事情之外 還有什麼更加從事的核心價值 是可以學習得到的 謝謝 我們把麥克風給了一年級 因為一年級不斷看著我 都給了一個機會 生存是一年級的同學 你這個問題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自己讀大學的時候 我都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我想在這個四年裡面 有什麼得著 最終我定給自己的目標 就除了得到一個好的教育之外 我是希望可以 認識多些朋友 建立一個 更加多元化的朋友的base 的網絡 但核心價值呢 最緊要都是有一個獨立思考 和判斷力 在中學 很多時候 都是比較規範 比較spoon-fed 但去到大學 你的選擇會多了很多 空間也都大了很多 很多時候 大學生的時候 可以跟朋友 丙足夜談 說一個subject 無論是政治 經濟 社會 一些subject 可以在沒有任何boundaries 的空間之下 可以談很久 談到很晚 這些就是我覺得 大學 珍貴的經驗 是一個 而得著呢 就是 訓練你有一個獨立批判 判斷力的思想 到今天 我覺得 無論我在政府 或者在商界都好 一個common sense的approach 一個堅持原則的力量 還有 在原則和實踐之間 取得一個適當的配合 堅持原則得來 但是 我們也是要有實踐的機會 這些都是很多時候 大學裏面去訓練出來的 所以 你今年是year 3 是不是 year 2 我是鼓勵你好好珍惜 這幾年 就 因為在這幾年的時間 你是可以 考完試 就relax 在工作的時候 你可能做完一個大的project 可以relax 但是 沒有一個考完試 這一種 這樣的 真是 一個read 一個釋放了 一個重擔 那種的開心 所以 我鼓勵你真是好好珍惜這幾年 而我的得著呢 是 獨立思考 和判斷力 而我 一生人中 我都是認為 這個是我是讀大學最大的得著來的 唐先生 不如我們給個機會 一連班的同學 好嗎 一連班同學 可以 我看到了 麻煩你 黃先生 黃先生 你好 我是全科學院的一年級實 香港人對於特區政府的支持度 有不斷下降的趨勢 不知道 你有沒有信心可以在上任之後 去扭住這個局面呢 麻煩你 麻煩你再講多次 不知道你有沒有信心可以在上任之後 可以扭住這個局政府支持到很低的局面呢 黃先生 我覺得這個時候社會是有一些 有一些思辨的心態 就是 我就覺得 想有change 是很正常的 因為每一個社會 去到一些轉折點的時候 他都覺得希望有一個轉變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想 就不只是change for the sake of change 而是要change for the better 怎樣才可以change for the better呢 香港這個社會上呢 我們其實在過往回歸之後 我們經歷了好多好多的挑戰 香港人其實真是很adaptable 亦都是很懂得change with time 所以香港人的靈活性 和無實的精神其實是很好的 亦都很懂得適當地轉變 所以我希望能夠見到的 我希望能夠見到的 就是我們會繼續 make這些evolutionary changes 我相信香港人絕大多數 不會想我們有一個revolutionary change 而是想我們有一個evolutionary change and change for the better 所以新一屆政府 必須要給市民看 他們的準備 做一些適當的 怎樣去轉變 我在我的政綱裏面 透過幾個月的競選期 我希望是給別人看到 我的願景 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給一個機會給我 和大家share我這個願景 而是怎樣可以帶領社會 change for the better 多謝我們唐英年先生 由於時間的關係 雖然唐先生都很希望 多些去了解我們在座各位學生 真的有個真情對話 唐先生其實你在這裡 如果你真的做了特首 你會不會再來一次我們恆生管理學院 這裡和我們去傾談一下 未來私立大專院校的發展 我一定會 promise的了唐先生 我們再一次多謝我們唐英年先生 我們都期待 政維政無論哪位特首來 都應該關注我們私立大專院校 在未來的發展 再一次多謝唐英年先生